在不同的季节当中 每个城市也呈现了不一样的面貌 而在不同的季节里 不同城市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那么在这个冬日里 我们又要来看一下Arcadia在这里 这个季节中有怎样不同的生活体验 而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又是一种怎样的未来呢 那我们这个房子呢 它的整个院落是一万五千尺 在室内呢是六千尺 那在Arcadia来说 如果是在六七千尺的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院落算是非常大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这个房子呢 是2018年就是完全是新建的 所以在所有这个 正在市面上的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的 我们这个最新的房子 大概是有十栋左右 2018年新建的 那么在这十栋左右的房子里面 我们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因为它的这个均价现在还不到六百 所以说这个房子在我们市面上 就相同价位的和类似的房子里面呢 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那具体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到房子里面来看一下吧 好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这所房子的室内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的这个欧式现代风格的 一个非常华美的房子 首先呢一进门的地方呢 是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的设计也非常的精美啊 其实大家都说喜欢新房子 到底是喜欢新房子的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这边 这是一个客厅 那新房子呢 就是这种给大家的感觉是 视觉上也非常的美好 然后整个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设计也会非常的合理 那紧接着这个客厅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很正式的餐厅 那餐厅因为有我们这个落地窗的设计 就会显得非常的透亮和华美 那么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的这个通道呢 大家看到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因为是非常照顾我们Arcadia华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它有中西式厨房的两个设计 这个呢就是一个中式厨房 它是全封闭式的 可以隔绝所有的油烟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紧连着这个中式厨房 外面的是一个正式的西式厨房 也是就是在美国这边非常流行的这种开放式厨房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非常的现代感十足 另外呢这个房子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子的西式厨房的旁边呢 还设计了一个早餐的一个餐厅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餐厅里 早上迎着太阳吃着我们的早餐 那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连着我们这个西式厨房的呢 就是这个family room 那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都是有两个客厅 前客厅和自己家里面人的客厅 那这个客厅呢就和后院连接 一般是有亲戚朋友来啊 或者是大家自己在里面娱乐的地方 大家也看到这个设计是非常漂亮的啊 在这个客厅里面你看我们有就是所有的设施 另外也有一个酒吧在这边 这个房子呢更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 它的一个科技性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全部有装了smart home系统的一个房子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系统呢 它可以通过一个这个遥控板的一个设置呢 可以控制我们整个房间里的灯光冷暖气 包括alarm警报器还有全屋的音响 那如果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 其实在外面用手机也可以进行遥控 接着呢我们可以走回到主客厅哈 再看一下 说到用料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地面哈 这个地面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使用大理石和地板相间拼成的这种花形 所以看起来呢既是优雅美好 然后用起来呢又是非常的方便实际 这也是我们这个卖家在打造这个房子的时候的一个考量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可以到楼上来看一下 本身我们这个楼上的这个楼梯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材质用的是一个漆面的 这个和其他的用地板 木板或者是用地毯呢都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漆面呢既可以减少我们这个使用地毯的一些 就是大家觉得里面会有尘垢啊或者会有寄生虫啊这些的忧虑呢 另外也可以就是免去这个地板啊比较滑的这么一个顾虑 所以它用了这种漆面呢和楼下的这个大理石地板呢去做一个灰影 所以造成这个更好的一种视觉效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到了二楼哈 那个二楼的设计也是非常有心思的 那这边呢我们是一个bar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在二楼的地方也有一个饮水台 有一个可以洗杯子的地方 这个想法是非常有心思哈 那另外一边呢也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客厅 大家也可以看到布置的非常美好 OK然后二楼呢就主要都是这个房间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呢是二楼的一个主卧室 这个主卧室呢非常的华美 整个的非常的宽敞明亮 另外呢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阳台 这个阳台因为是二楼的一个观景阳台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我们楼下很漂亮的绿色草坪 对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已经做好的这个 这个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的这些设施哈用料都是最先进的 衣帽间呢也连着这个主卧室的一个洗手间 它也是采用现在最流行的该湿分开我们的浴缸和独立的这个shower 还有我们是双shower的因为它是男女主人的分开的一边一个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然后这边的灯具全部都是感应的 每次你走进来的时候它自己就会闪 我们现在的居家设计呢非常的人性化 就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大卧室里面 我们又隐藏了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按摩室 对我们可以想象主人住在这个房间里哈 有按摩室有这么大的浴缸 然后有很漂亮的衣帽间 所以在里面一定是生活的非常愉快 另外这个房子的特色还有就是在一楼 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主卧室 它是楼上楼下两个主卧室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种家居的一个方式 因为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那像父母呢他们就很不喜欢上楼 所以他就在一楼也设计了一个主人房 这样的话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更加的方便 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呢有一个非常特殊之处 就是它的车库呢建在这个院内 它是从这个外墙的一个长长的driveway开进来 然后在我们这个院子中间哈有一个很漂亮的车库 那这个房子本身呢它就是坐北朝南的 它的风水非常的好 它这个车库呢建在它的院子中间 就好像在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宝藏一样 那大概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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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